俄乌战争爆发以来,国内不少网友以正义人士自居,号召反抗侵略,保家卫国,试图影响中国自主公正的决策,离间中俄战略盟友关系。 这些人,我给他们启名正义乌粉,不管他们是否是五毛或带路党,其维护主权,国际法的逻辑还是具有相当的迷惑性,确实能煽动一批思维单纯的人需要彻底地澄清和批驳。 相比正义乌粉们讳莫如深的,北约曾发动的对南联盟、伊拉克、阿富汗、叙利亚的战争,俄乌战争在性质上究竟有何不同呢? 又是否可以与抗日战争、越南战争相提并论? 本文将分析其合法性来源,将证明把俄乌战争视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,完全是偷梁换柱,混淆视听。 一、历史法理性,俄罗斯拼写Russian,其实正常翻译应该叫罗斯,其发祥地就是现在乌克兰的基辅地区,所以古代罗斯被称为基辅罗斯。 乌克兰作为国家,在苏联解体前,历史上从未独立存在过,基辅罗斯分崩瓦解后,被金账韩国征服。 乌克兰地区几经周转,在1654年,与重建后的沙俄合并,360多年来,俄乌都是一个国家。 俄乌两国种族、文化、宗教、语言方面的联系,就类似于我们汉与少数民族区域的联系一样。 搞清这个前提至关重要,历史上一个大的统一国家,往往合久必分,分久必合。 基辅罗斯的分裂,苏联的解体都是这一规律起作用。 苏联解体,虽然基本是以和平方式,却是叶利钦、克拉夫丘克等政客在西方利诱拉拢分化下,做出的短视的,违反多数苏联人意愿的决定。 在分裂的动荡时期,只要有机会,政治家和人人志士都会致力于重新统一国家,重塑国家辉煌。 那么,这种统一战争是否是侵略战争呢? 比如,朝鲜对韩国发动进攻,是侵略还是内战?答案不言而喻,因为南韩北朝,上千年来都是一个国家。 朝鲜南北因倭国侵略,美苏阵营对立而分离,从未承认彼此的合法地位。 既然是为了国家统一的内战,就有天然的合理性。 北约诸国把内战污蔑为侵略,以此为借口强行干涉朝鲜内战,才是真正的侵略。 而中国抗美援朝,无疑是反侵略的正义方。 即使内战某一方迷信武力,排斥和平解决可能,也只能归结于理念不合,外人也无从评判其正义性。 如今世界上,还有不少国家仍在分裂中,像南北瑟普路斯、南北爱尔兰,还有塞尔维亚和科索沃,其实也包括咱们中国。 虽然台湾和科索沃不像乌克兰那样加入联合国,但西方国家早就或明或暗地承认了其独立地位,并准备不惜代价,阻止其回归祖国。 有一种情况,比如捷克和斯洛伐克、埃塞俄比亚和厄里特里亚、南北苏丹,本身国家没有历史基础,民族差异巨大,没有重新统一的粘合力和必要性。 历史法理性是有明确事实依据和适用范围的,绝不是像西方鼓吹的人权至上,那种可以随心所欲地颠倒黑白的合法性。 二、主权法理性。如果一个分裂出去的国家已经广泛被国际社会,包括同时分裂出去的兄弟国家所承认其合法地位,在和平相处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,他突然遭到前兄弟国家武力进攻时,就算具备历史法理性,那有现实的法理性吗? 我认为,不能一概而论,这取决于又一个重要的前提,这个国家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。 如果该国像日韩那样沦为附庸国,就失去了主权国家的地位,那么对其军事行动,至少在开始阶段不能被认定为侵略,要看占领方治理方式。 而首先侵犯其主权的,则是用心险恶的第三方国家。乌克兰是主权国家吗?显然不是。 普京总统在对乌开战前的视频讲话中强调,请别忘了,今天的基辅当局是在八年前的血腥政变中上台的。 2014年西方权力支持下的橙色革命中,西方国家给俄罗斯好好地上了一课,规则不过是限制弱者的工具,一面鼓吹宪政,一面鼓励暴动。 2014年前,德国和西方关系已经进入边河期,双方在乌克兰展开博弈,以给乌克兰带来更多利益为条件,拉入乌克兰站到自己一边。 开始也算是君子之争,乌克兰亲西派和亲俄派轮流上台执政。 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上台后,德国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,欧美无法匹配。 如果接受俄国的条件,乌克兰将得到经济实惠,很可能吸引乌克兰逐渐倒向东方,铁了心要遏制俄国的欧美无法容忍,又不想付出经济代价,居然撕下面纱,利用俄国对西方的幻想, 采用下三滥的手段,公然煽动支持暴乱,打了普京一个措手不及。 民选的合法政权被颠覆,换了西方扶植的傀儡上台,劫持了乌克兰这个年轻的国家。 西方的寡头,涌入乌克兰疯节人民高血,大发横财。 讽刺的是,乌现任总统,十足地演技派泽连斯基,在其代表作电视剧《人民公仆》里面和详细地讲了乌克兰的拳钱勾结多么令人发指。 比如,拜登那不寻无数,丑闻不断的儿子,被乌天然气公司聘为董事,吃得毛满肠肥。 乌国上下路人皆知,但没人敢查其贪腐问题,拜登亲口炫耀过,他一个电话,就让乌总检察长丢了乌纱。 作为历史上的战斗民族,罗斯人并不习惯讲道理,喜欢比拳头硬。 苏联解体后,为了融入西方,大鹅曾试图痛改前非,结果发现自己被忽悠瘸了。 普京为首的罗斯人终于如梦方醒,西方国家才是最虚伪,最不讲理的。 既然你不仁,别怪我不义。 于是愤耳发起反击,便有了吞并克里尼亚,支持乌冬独立。 今日的俄乌战争,只是这种反击的延续和升级。 在一个大家族中,就算同胞兄弟分了家,如果兄弟遭到劫持绑架,难道忍心不管不问吗? 如果兄弟陷入赌赌传销陷阱,难道形同陌路,视若无睹吗? 对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兄弟,发动一场解放行动,是完全有理有据的。 三,生存法理性,先讲一个势力吧。 在经典游戏《三国之九》中,边疆有四大蛮族,都有三十万以上的兵力,战斗力彪悍,还动不动就劫略周边,非常令人头疼。 怎么办? 我就送大把银子与之结盟,然后派少量兵力到最靠近骑城池的地方造药塞,然后大部队入驻。 你说我想干什么? 等要色造好,部队集结完成,立即出兵并同时撕毁盟约,攻城大军一回合内就可以兵临城下,满族根本来不及出兵阻击。 然后,我方一个混乱特技,骑几十万大军就完全成了兵马俑,几乎毫发无伤地将其全灭。 通过这个例子,能帮助大家更好理解生存法理性。 请问别人在你家门口修筑要塞,部署重器,居心何在,不是昭然若揭吗? 不先发制人的打击,就可能面对承受不起的后果。 可有些人还是不服,虽然冷战后北约存在的主要理由就是继续削弱以致瓦解罗斯,虽然扩军到了罗斯家门口,还将要纳入乌克兰,令俄东部边境全部成为警戒区。 但是,人家顶多是把你包围,毕竟没有先动手打你,你凭什么先发制人?你那就是侵略。 这一思想,和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如出一辙。 唐僧对将要收服悟空的观音说,观音姐姐,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 悟空他要吃我,只不过是一个构思,还没有成为事实,你又没有证据,他又何罪之友呢? 不如等他吃了我之后,你有评有据,再定他的罪也不迟啊。 不要以为这只是喜剧里的天真,普京也曾经这么天真过。 以为西方要颠覆乌克兰合法民选政权,只是一个构思,一种传说,事情不太可能向糟糕的方向发展。 直到目睹残酷的现实,直到听到东乌俄族同胞的哀嚎,原来只要西方认为有利的是,他们不顾忌任何规则,不怕突破任何下限。 1991年苏联解体前,西方集体向苏联承诺北约不会崩阔。 去年北约秘书长,大言不惭地宣称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组织,南联盟血淋淋地教训记忆犹新,这鬼话只能骗三岁小孩。 唐僧的构思论,只适用于知书达理的正常人类,绝能不用于无信无义的流氓强盗,妖魔鬼怪。 如果北约不是想搞垮罗斯,为什么要切香肠一样地慢慢东扩,而偏不接纳罗斯加入呢? 这是是板上钉钉的事,是由北约的霸权工具本质所决定。 现实中,北约连装都不想装,可能觉得大鹅比游戏里的蛮族还蠢,明火之杖地把战略武器部署阵地向前推, 但北约没想到的是,大鹅真的敢在其如意算盘实现前就果断亮剑,正所谓亡羊补牢,为时未晚。 如果北约完全把欧洲第二大国打造成驯服工具,架好战略导弹,不好纵身防御, 大鹅除非迁都西伯利亚,否则只能跪下屈服,拱手送上丰富的资源,接受被肢解的命运。 这历史、主权、生存三大法理性,互相依存彼此支持,共同决定了俄乌战争的主要性质是, 反霸权反干涉,求民族生存的正义战争。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侵略战争是否符合这三条。 最后,再顺便提醒一下,认为罗斯注定失败的正义人士,就算认不清现实,至少也得稍微读一点历史。 罗斯自从金帐韩国统治下复国以来,500年间,经历了11次对土耳其战争,8次对瑞典战争,8次对波兰战争,其间莫斯科四度沦陷。 就算可以打败罗斯人一时,但还是难逃被反推的命运。 不接受历史教训,轻视罗斯人的任性,将狠狠地被历史教训。